欢迎大家今天出席2021-2022年度香港变得超越赛的第四轮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公平流逆咖啡》 有没有? 不好意思 《公平流逆咖啡》有效配合 正方的队友是基督教圣洛教会兼奈中学 反方是天主教国德圣中学 现在会为大家介绍双方的会员 今天对双方正方的主编是陈嘉欣同学 正方一副是陈天同学 正方第二副变是陈乐园同学 正方杰变是周俊延同学 反方的主编是林嘉宁同学 一副是彭周成同学 二副是畅云齐同学 而杰变是周嘉宁同学 现在会为对双方介绍我们今天的评估 他们分别是 协欣中学中文辩论队负责老师 何贵民老师 大家好 同学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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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辩论队责老师 大家好 还有香港教育大学辩论员潘孙恩小姐 大家好 很感谢三位朋友今天陪伦出席与他担任您的工作 现在会讲一下比赛的次序 今天的比赛分为主编 台上发问 一副二副 台下发问 结辈 共六个环节 台上电源发言的时间是4.334 在电源发言时间接触时 30秒会有一兵 时间后就会有两兵提示 过时10秒会有三兵的提示 随时本人会打电源发言 另提示评 和求分 这样我们的丁就会用口丁 并且我们会继续就职 事宜已经在一兵的时间 详细的赛规 早前已经报给各参长校 所以想问一下双方主编对于赛规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的比赛就正式开始了 那现在首先有请正方主编发言 你会有四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先向镜头点头试语 李宗盛 李宗盛 主席 评判 还有作各位大家好 在全球发言下 咖啡轮人的剝削也越来越严重 事页下大家平时喝的咖啡 在咖啡轮去到利用的手里面 是要经历重重的中间日 包括收购商 本地出口商人 国际培抗商去到利用手上 事实上一罐咖啡 最后只得一个百分比的利用来入小户中 他们更加面对全球上千万咖啡轮的竞争 在筹底竞赛至上不透明的情况下 小龙和我在市场上完全失去与较力 同时咖啡轮的价格受制于期货市场的炒卖 价格是极之波动 2019年咖啡期货跌到十几年最低 三年不到2022年的今天 咖啡期货就是十几年最高 可见咖啡小龙根本无所食从 多年来咖啡轮都仍然处于贫加状态 又见及此公平贸易就营运而生 全球出现多家公平贸易的认证机构 各个机构都有不同的特色 但在总括而言公平贸易的特质有四 第一 向农民提供保证收购价格 第二 公平贸易组织会向咖啡销售商收取年费 又会按每框咖啡豆的产量提供年金 作为社区发展基金 第三 确保安全工作环境 包括确保务强迫努动和努工等等 第四 建立可以持续的种植模式 包括使用无害的肥料 而变体里面的有效扶贫 并不是消滅批局 只要我方开论证 公平贸易可以令咖啡聋有更多收入 具备更多折评的条件 今天的变体就应该成立 而我方责成变体的原因又生 第一 公平贸易是可以直接保证咖啡聋的收入 正如我之前所说 小龙是坚决入价能力的 但同时咖啡豆的价格是受制于期货市场的惨卖 令咖啡豆的价格步起步跌 而咖啡豆的价格是要五年 当聋盟要去价格高就价值的时候 当他收成的时候价格已经可能下获 同时咖啡豆的保存时间短 聋盟是会逼不及以要用接受以低价来出售咖啡豆 是极为严重影响农民的收入 而在保证收购价格的底下 无论咖啡豆的市价高低 公平贸易认证机构都会用1.4美元一磅 去小龙收取咖啡 而根据世美公平的资料显示 过去30年 在市价比最低收购价高的时候 公平认证机构会高于市价向农民收购咖啡 而在市价低于1.4美元的时候 认证机构仍然会用1.4美元去收购咖啡 及保农民有最稳定的机会收入 提供安全网 第二 改善社区配套 在保证收购价格在1.4美元的前提下 其实认证机构仍会比0.2美元 作为社区发展基金 2017年海外发展研究所 发表了一份报告 总结了2019至2015年45份 有关公平内涉的研究 当中就发现了不少研究 是足以证明社区发展基金 令到農民在三方面受惠 包括基建 教育医疗服务 社区贷款 组合金 甚至是协助農民要交公平认证费用 而这些社区配套 对農民来说其实很重要 社区配套的完善 都可以提升農民的收入 例如接受教育口的農民 可以获取更多的种植知识 提升产能增加收入 改善水管设施 提供洁症的食水 减少農民或上疾病的机会 减轻他的医疗开支 这些都是在非金钱下 全面辅助農民之分 特别减低夸代贫通的出现 第三 建设可以持续的復贫环境 确保農民健康 可以持续生活 公平贸易认证的 扣户要求農民最上升的 还目标准 好像减少使用农药 和不采用有害农药 不用基因代做原料等等 确保中植环境 可以持续使用 農民可以永续中植 有长远的收入 最后请有方回答 保证收购价 为咖啡小用提供安全网 确保農民的收入 维系继续的收入 为何是无效互贫呢 多谢各位 好 正方主编的发言时间 是3分48秒 没有过时 不需要扣分 接着就是反方主编 今天有4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 请向镜头小剑 2分钟在搜索 3分钟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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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就好 主席 评判做做各位 大家好 好,儘管咖啡是很多人生活中不可滑缺的飲品,但咖啡豆市場一直供過於求,導致農民無法爭取以更好的價錢買出利潤瀰漏,為了保障咖啡農權益公平貿易的理念因而出現,理念衰好,但發展了34年仍然停滯不前,消費者並不熱衝購買公平貿易咖啡,受限於市場需求,公平貿易咖啡至今也佔全球咖啡市場的百分之二, 而參與計劃的咖啡農民也佔整體的百分之零點六四,沒錯,公平貿易是有所謂的最低收購價格機制,即是無論咖啡豆的市價降到多低,公平貿易咖啡豆始終是一個價格安全網,然而當公平貿易咖啡豆貴過市價而市場有沒有那麼大需求的時候,採購商並無因由賣貴豆,一項針對危地馬拉咖啡合作社的研究,追蹤了12年,超過11000宗公平貿易咖啡豆交易, 發現當中超過一半都只能夠當咖啡普通咖啡豆二市價買出,所謂的保護網形和推設,我分明白公平貿易咖啡的理念好,但討論今天的辯題不能夠空談理念,並且有作不等於有效,要正立辯題標準不能夠過低,要衡量公平貿易咖啡的實質成效,可以從兩大方向著手,第一,生活是有持續穩定的改善, 例如咖啡龍有穩定的收入增長,或者生活條件有持續性的提升,第二,普遍性,有方不應該只是提個別例子,應該論正廣泛咖啡龍和工人都能夠受惠於公平貿易,審視現況,我方反對辯題,原因有二,第一,公平貿易咖啡收益杯水車身,就算有公平貿易生產者也只是有很少收益,國際公平貿易組織2015-2016年的國際公平貿易報告, 公平貿易計劃對農民和種植者的經濟收益影響不到每人每日0.04美元,剩港幣等於一年賺多了113元,收入少都算我們還要看支出,以最便宜的初階申請認證費用為例,50名生產者以下的團體要獲得公平貿易認證,必須每年繳加2160歐元,即近18000港元,並且咖啡龍要遵守公平貿易對農藥及化學肥料的使用限制, 生產成本大幅上漲,故此不同的組織及學者,例如危地馬拉咖啡合作社,美國經濟學家Brix Wydig,都分別在09-14年,指出咖啡龍家一入公平貿易所獲得的利用,會被認證費用和購買農藥及肥料的成本所抵銷,長期收益基本為零。可見公平貿易為農民帶來的收入增長微薄,快要令到生產成本大增幅成效存疑。 第二,最貧窮的咖啡工人無法受惠。咖啡工人在全球咖啡生產鏈內佔六成,是人數最多最需要幫助的一群。 然而目前公平貿易機制缺乏對咖啡工人的名學規定,因此農場僱員工資及工作條件都不受機制保障。倫敦大學經濟學教授Chris Topic-Kramer曾經在埃塞俄比亞及烏光達進行了四年的實地考察,對1700個咖啡農場進行調查。 發現公平貿易咖啡農場的工人身金沒有增加,由此可見公平貿易根本沒有幫助這些工人,他的生活仍然困苦。 由此可見公平貿易咖啡的情況正如哈佛大學博士Augustin所言,根本為及不到最貧窮的那群人扶貧成效存疑。 還有想問友方,友方是否覺得只要有一個農民有收入增加就等於有效扶貧呢?多謝各位。 好,反方的主辯發言時間為3分50秒,到過時無需扣分。 現在就會在這個台上翻譯環節,先由整方派出一位台上電源,向反方主辯提問。 發問時間為1分鐘,之後反方主辯會有1分鐘的準備,然後有1分鐘的時間回答。 提問和準備一樣,在限時到達10秒就會有一丁的提示,時間到就有兩丁的提示。 接著就是反方派出一位的台上電源,向正方主辯提問。 相關對於台上發問有沒有問題? 幫mbre,請先由正方派出一位台上電源 para蔡 families電視頻由 Although, wo have you air, uwur... 不可以來我們在傳譯 guerre... явamos,在某十分 Ay educating everyone. 如果正方ば高樓的視頻就是 ради人們這個Port 실 nodig這種 cosmet, sidewalk的面的人主辯提供我們在法院。 謝謝為何方的核心, 这个准备好可以去的船事宜 听到兵是可以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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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 主席评判就是个位大家好 刚刚有方主席就跟我们说 问我们是否一个人收入增加就代表有负贫 但有关何你对贫穷的概念其实就太狭窄了 事实上现代我们说贫贫我们不是单纳经济水平上的贫贫 现在是教育水平生活水平上的贫贫 有关同学是否只是觉得收入增加才算是负贫呢 多谢各位 一分钟时间准备 中文字准备 丁丁,准备时间结束,现在有请反方派出主办回答, 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整个事事事已可进入, 在订阅后就可以订阅了。 准备好。 订阅各位大家好,首先感谢有方同学的提问, 有方同学刚刚问我是不是收入增加了就等于有效盒的? 我回答你,不是今天行为有效盒的标准不应该这么低, 我们更加要看什么,不是只正常收入, 更加是他们的生活有没有持续性的改善呢 并且这个的改善是不是普遍性的呢 因此有方是需要认识的 另外有方主辩刚刚就说了有效扑贫 要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 因此公平贸易有一个地区认证基金 有这个社区的配套 但是有方是一个数据都没有 到底多少个国家 多少个配套设施在这个地区做了呢 有方同学必须要认证清楚是不是呢 公平贸易理念是说 帮这些人有社区保证基金就要有效扑贫 所以有数据多谢各位 好 现在就有请大方派出一张位台上 发布 可以 可以 好 正 正 正 各位大家好 有份同学今天报喜不报忧 就是说收入增加大幅略了开支 公平贸易组织都说 咖啡龙每日呢 已是赚多了0.04美元 但是呢 他们为了满足公平贸易的标准 需要额外的开支 例如提升龙腸的设备 还有更加优质的肥料和农药 重要叫交应证费 那方怎样拓保呢 就除了一些开支之后 公平贸易呢 仍然能够带来正收入增长呢 可惜 各位 哎呀慢慢 不要紧要 应该呢 就正方主便有一分钟准备时间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码 按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 订阅 那明白 现在呢 n 会 geworden 替旺权 对 正方主便回答 这样准备好就可以去 到时可以 可以 很棒 首先我多谢邮康同学的问题 但是以我们所知这些生产设施和设备 是这些生产的公平卖基金是会提供的 即使推一万务来说 聋盟去自己付钱 扣买设施是会增加成功 但是长期来说 是会有更好的生产设施会增加产量 同时你提到社区发展基金是会扣减农民的收入 但是其实农民的收入是不会扣减的 因为那0.2是社会发展基金已经包含的 多谢各位 接着台上发问环节结束 现在就会有请正方一部发言 你有三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就请他的课计可以 可以 主持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今天由高同学和我们说到 供应不高代表不能扶贫 我想请有方说焦点 最招今日的面皮是 公平米咖啡可否有效扶贫 而我们的焦点应该放在接受了公平米咖啡的农民 和没有接受公平米咖啡的农民 两者之间是比较 并不是今天说 接受公平米咖啡的农民占比低就等于扶不到贫 作者今天有方和我再次强调提到 今天成本非常昂贵 农民根本负担不起 我想请有方和我认清一番一件事 就是社会发展基金 根据农民卖出的咖啡豆每磅0.2仙 而这0.2仙 美金是社会发展基金额外给的 再加上认证费用只需要0.03仙每磅 认证费用也都是社会发展基金包含的 不存在有方和所谓农民收入下降成本大增 再者社会发展基金也包括了向农民提供生产设备 以及农药等等 所以不存在有方和所谓农民收入下降成本上升 而说到公平米咖啡的配套就不得不提到 保证收购价格 保证收购价格可以保证到咖啡豆的农工 至少要每公斤2.64美金出售咖啡 相比以前提升了5至30倍 要知道咖啡豆在期货市场的价格是难以捉摸 就如我方主任所说 咖啡豆的市价是反复无常 不要说你是埃塞尔比亚 就算在华尔加州也差不多 但是保证收购价格 就会令咖啡豆的农工可以期货市场生存 在市价值时受益 在市价值时又可以得到保证 而再根据北国的沙尔大学评估中心的报告 作为了不同地区公平米的商品比较 发现了没有参与公平米的咖啡 比有参与公平米的咖啡更低 是更不稳定的收入 每个人都提到 咖啡豆在这么多的商品里面 因为公平米米的咖啡得到更加明显的收入保证 而且在生产上 研究都只是公平米米的咖啡的生产力高于无参与的咖啡 而第二件事就是社区发展基金 社区发展基金是以向参与公平米的咖啡的农民 我给你收取费用 然后一起决定如何使用这些基金去发展社区 例如在秘鲁 社区发展基金就是当地合作社 可以拥有自己的触路机器 令咖啡能更加快更加便宜地去医院 例如在斯里兰卡 农民合作社在村里面建了一个储槌 改善了小农户的生活 村民对着十分兴奋 因为他们靠着自身的力量 种出了无数的生产故事 也都满足了社区的种种需求 而我再想问有关同学 直接提升收入、发展医疗、教育、社区建设 除去减低农民的开支 有关同学我就真的想不明白了 有得直接提升收入、减低、开支 帮农民开完节楼 这样还不是帮到农工附近 多谢各位 正方一副发言时间为 又可接多垂建设了 正如我们 som day 正如是 也就是 眼注就上频道 又很远 感谢各位 length 就这减 我 ев bats 去 我 你 今天有方觉得有效扶贫的标准是增加了收入,赚多了一点都叫有效扶贫,很明显标准过低 按有方同学的逻辑,是不是全香港100万个劏房户每个月拿多100元这样都叫有效扶贫呢? 反之今天有方不强调的是有助不等于有效,所以我们要考虑咖啡小龙和工人扣除开支之后收入有没有实质的增长 而这个增长是不是持续和普遍受惠,为什么这个标准不是更加合理? 有方第二个标准和我们说什么呢?要增加脱贫条件 按有方同学的逻辑,是不是帮深水埗那些劏房户脱贫 只要给教育机会他们多建几间小壳,然后再建多个储水器,给足够的食水他们喝,这样就叫有效扶贫呢? 有方同学必须要论定 第二,我们看公平购义咖啡机制的健康 第一,我们先看保证收购价,今天有方主见最后问我方,保证收购价为什么没有效扶贫? 我方就回答你了,原因就是在于现在购买咖啡的决定权完全在于采购商的手上 如果他们觉得公平购义咖啡机贵,但是可以用市价去买咖啡 所以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Dragasano在99年到14年 对于哥斯达尼加咖啡农争的研究就出了,拿到公平贸易认证的咖啡豆里面有九成最后都是用普通咖啡豆的市价去出售 令机制的不同区断,反而有方同学不要只跟我方说理事,用回实质的数据去论证 究竟帮到多少人,它的成效是怎样?他们占不到钱都算了,还未计计他们的额外开支 因为如今这帮咖啡农民听到有空行宣传之外,国公平贸易很棒,所以就去申请 但是首先他们要设出一大笔的证件,他们为了拿到完成,他们要改善农场的设备 要符合安全和环境的要求,要改善劳工待业,甚至有方所说可以改善社区设施的社区发展基金 都是农民投资出来去承纳的,还要用无毒无害的农药和肥药,要更高的证准 还未计计他们的认证费,所以正如加州大学经济学者Ellen G.Java 在2015年的研究出出,公平贸易咖啡的参与者收益和开支予相抵消, 长年而然手与没有赚过钱,见到他们的付出多多,收获就少少, 中国人如果去哪里,由河南来无大大河以北町,尝在地路进行 比较公平贸易咖啡业和传统咖啡业的产品收入, 最后发现公平贸易并不是影响联盟收入的因素, 最后想问有方同学,究竟有什么情况去论性公平贸易带来的收益 是足以做再开支的分家呢? 谢谢各位 刚刚反方的时候,读到一半的麦克风是很小声的, 但是想问一下,正方和评官听不听到? 听到的,虽然小声了, 不过可能反方可以注意一下那个麦克风有时对得不准, 那麦克风就会变成可能你们会小声点, 就是可能拿麦克风的同学对得可能麻烦要准一点。 请订阅两位评估和正方听得清不清楚呢? 听得到的,听得到的。 刚刚其实不是很清楚。 但是,正方的同学。 不好意思啊,我们刚刚后面是完全听不到的, 因为真的很小声。 而且很无聊。 那你们会不会想听多一次, 就是正方的同学会想怎样处理呢? 如果给反方的一副讲多一次, 但是不计分, 那不知道正方、假方和评判怎样看? 因为我怕正方看不到, 好像比较难做比较难做比较。 我方同意的。 那评判我可以呢? 可以的。 可以的。 就是, 确认一次。 就是这样,我们计分就计算第一次讲。 第二次我们不计分, 那纯粹给正方听。 OK? 那反方的同学麻烦你们。 我们可能再试一试。 就试卧麦吧。 试麦吧。 试麦,试麦,净文법。 叫我嘘更好, 试麦试麦,請文nicos找你怎么解会呢? 差汇麦。 那小时的。 可以的, 但是年leri试得或者替日厕校吗? 還有的 可以 各位大家好 辯提字眼逐一拆解 先看有效扶貧的標準 今天有方覺得只要那些農民增加了收入 賺多了少少都叫有效扶貧 很明顯標準過低 按有方同學的邏輯 是不是全港100個劏房會裡面 每個月多拿100元 這樣都叫有效扶貧呢 反之今天有方強調的 有助不等於有效 我們要考慮咖啡小龍和工人 扣除開支之後的收入 有沒有實質的增長 而這個增長是不是持續 而且普遍受惠 為什麼這個標準不是更加合理呢 有方第二個標準跟我們說 要增加脫貧條件 按有方的邏輯 是不是幫深水埗那些劏房戶脫貧 只要給他們教育機會 他們多蓋幾間小學 然後蓋一個儲水器 給他們足夠的食水喝 這樣就叫有效扶貧 有方同學要論正 第二我們看公平貿易 咖啡機制的現況 先看最低保證價格 今天有方主編 最後就問我方 這個保證收購價 為什麼是無助扶貧 現在問題就是 在於決定購買那些咖啡豆的權利 完全就在採購箱上面 所以如果他們覺得公平貿易咖啡豆貴的話 可以用回市價去買咖啡豆 所以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 在1999年到2014年 對於哥斯達尼加 咖啡農場的研究就指出 拿到公平貿易資格的咖啡豆裡面 接近九成最終都是當普通豆 用市價去出售 令到機制形同虛切 反而有方同學 不要跟我幫 只講理念 用實質的數據 或者研究去論證 究竟幫到多少人 成效是怎樣 而他們賺不到錢都算了 我們還未計他們的額外支出 因為當這群農民聽到有方的宣傳叫為公平貿易很棒 所以就決定去參加 首先他們要付出一大筆成本 為了拿到認證 他們要改善農場設備符合安全和環保的要求 要改善勞工的待遇 甚至有方所說可以改善社區設施的社區發展基金 都是農民自己銀錢出來成立 要用更高的標準去 要拿更高的標準去拿那些無藥無害的肥料和農藥 還未計過他的認證費 所以正如加州大學經濟博士Alan Dijafri 在2015年的研究指出 公平貿易咖啡的參與者收益和開支互相抵銷 長遠而言等於沒有賺過錢 見到他們付出多多收穫少少 究竟扶貧扶了去哪 所以荷蘭萊姆坑大學的Rubin教授 在秘魯進行研究 教公平貿易咖啡龍和傳統咖啡龍的產量收入和支出 結果發現公平貿易並不是影響農民收入的因素 最後反問有一方同學 有什麼資料去論證公平貿易帶來的收益 足以彌補到開支的增加呢? 多謝各位 是 是兩分鐘出現沒有過時 沒有需要考訓的 現在就有請證證 證方的第二副別 你有深深功力的時間 準備好測試的事件可以 可以 是 是 主席評估作者 各位大家好 剛剛有一方行不斷地跟我們說 是否收入增加就可以扶貧呢? 但有一方行 是否無視了我們我方所說的保證收入價格呢? 保證收入價格其實是保障了農民 在本來期貨市場大幅波動之下的不穩定收入 他們本來是沒有一個穩定的生活水平 但現在保證收入價格就是提供了穩定的生活水平給他們 這些還不是扶貧嗎? 還有 有一方行剛剛我們說脫貧 有一方行剛剛舉深水埗的例子 先不要說香港和那些 同時咖啡頭的建發達國家的對比是不合理 有一方行 你根本無視了我方所說的貧困的定義 我方所說的貧困的定義 就不單是經濟水平上的行為 而是對一方行為 起多一些學校才行 但那些非建發達國家 真的可能沒有學校的 而正正就是公平的咖啡 在裡面的社會發展基金 就可以幫這些建發大國家建更多學校 而我剛剛說的社區發展基金 其實不是在農民的收入裡面拿的 而是說 例如你賣140千一磅的價格鬥 20千額外地會負入這個基金 這個基金的錢 就是會投資在這些教育醫療基礎建設上面 而社區發展基金正是協助了剛剛我所說的教育 基礎建設和醫療這些方面 在南美國家的尼加拉瓜 當地的小農就利用他們的基金 去買學校又找些小農 書包文具這些 當地每年有三千個當地文憑學童的受惠 而且也有作學金計劃 每年有八十個學生受惠 在秘魯利用基金收建的道律和基建 就是正正吸引了老師 願意在學校任教提升CG率 令農民更方便上學 提升受教育的比例 而合作社更加會派文具給學生 雙方沒有參與公平認證的社區 就什麼都沒有 非洲肯喊有貧困農夫子女 因為參加了社區發展基金的助金計劃 得以修讀工程系的大學位 向社會高階地位邁進 非洲的南武國家 莫三比克 起學校、起課室 一千個小朋友 留得上課 五百個大朋友 農民晚上可以進修課程 這些最有人知識就是工錢 透過公平貿易 讓他們向上流流的機會減少世外貧工 這些不是扶貧嗎 不少的受助學生 日後都不能夠晴雨翻身 在社會裏面 那次經濟水平 有些還成為專業人士 社會精英 而且其實工平貿易 都在建立一個可持續的扶貧環境 過往的咖啡長時間種植 保持其餘的商品 農民因為發粹修成的原本 還用了大量化學肥料 化學肥料是死亡心軟的 工平貿易之下 這些肥料令到他們的致病性較低 來說風險較低 大家都知道病了是因病治窮 是因為家庭有危異性的影響 現在工平貿易之下 正式給了他們一個機會 去改善這些監獄的環境 這些還不是一種去減少他們貧困的機會嗎 是一種扶貧嗎 多謝各位 是 大家好,来到以赴我们不妨从公平贸易的两个机制入手去审视变态 第一,最低保障价格,就方说最低保障价格可以保证到农民的收入 首先,美国佛蒙特大学中籍及泥土科学教授Mendes在2010年研究中美洲和墨西哥469户家庭18个合作社后发现 很多有认证的农民的咖啡产品没有办法以最低保障价格出手 按照有方的逻辑,最低保障价格可以保障到农民 那为什么农民宁愿用市价都不愿意用最低保障价格去出售呢? 有方觉得农民有钱都不想赚呢? 实际上就是因为即使有最低保障价格都好,选择买还是不买都是收购商去决定 而现方即使农民想用公平贸易的方式去买都好,收购商都不买 因此令农民只能用非公平贸易的渠道去买他们的咖啡豆 可见最低保障价格对农民的保障诚意 第二,社区保证金,有一方今天和我们说社区保证金可以起基建、起医院和学校 但根据埃塞俄比亚吉玛大学农业经济系教授 Ficardewan Tigu在2014年始初,埃塞俄比亚的公平贸易架式合作者 因此无犯法制定,而此计划从未得到社区基金的注资 可见即原来社区保证金是要由当地的合作者去制定 但面对着普遍农民的教育水平低的情况下,由农民组织和经营的合作者 又是否真的可以制定到计划呢? 有方今天和我们说,斯里拉卡有一个储水器,但没有其他基建 又是否真的帮到那么多农民呢? 可见,社区保证金对于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呈现 总农前场有方标涨低,计划赚一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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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储水器,有老师教书就够 但事实上,我方一负已经强调农民收益成二 公平贸易联合会2002年的报告已指出,公平贸易市场咖啡的收入是不足以抵消更高的投入成本 有方说得这么有效,但最后连基本的衣食住行都没有充足的时候 有效了在哪,扶贫扶在哪呢? 咖啡小龙已经很惨,日本忽略了更需要帮助的咖啡工人 他们被摸索压,但是在恶劣的环境里拿着微薄的薪水 连三餐温饱都顾不及到? 那公平贸易对他们有没有保障呢?没有 哈佛大学经济学者在Poussano在1994年对科斯达尼加的咖啡農场追踪研究化 涨产业六成的咖啡工人股任何收入改变 国际公平贸易标签组织委托TruePrice在15-16年对卢旺达、坦桑尼亚、乌光达、肯亚、印度、印尼和越南的465名公平贸易小龙进行定点调查后发现 只有印度和印尼的农民是可以给到咖啡工人足够生活的增金,而其他国家都不得 据述的例子正正是见到公平贸易机制下不同年份不同地方 但部分的工人的增金不改变,甚至不足以支持他们的生活 故事变题你应该成立多个学位 法方应份发言时间为3分10秒,你博士不需求分 接着就会进入台下发文的画节 双方各有两轮的发文 先请正方派双位台下半月发文 并且开镜子然后试咪 你就会有一分钟的发文时间 準備好就向镜头试点 正方的头是如果空间就可以运开米视意 试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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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咪到 清楚的 可以 试咪 如果公平貿易真的好像有方同學這樣說 口中這麼無用、這麼無效去扶貧 那為什麼公平貿易營運了這麼多年 他們都還可以繼續營運呢? 為什麼會沒有人去阻止他們繼續營運呢? 多謝各位 好,一分鐘的準備時間,開始時間前 請多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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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年りに Ông forever dyn 非常田友安 就这一分钟时间装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这个世界上还有七百多家公司是以公平来的咖啡而卫生 而且今天有方同学将苹果的天花板拉到极高 以一线发达城市 站在香港这么高的位置 而看了一些未经开发的城市 未经开发的国家 今天有方同学根本给钱蒙蔽了双眼 说多一间学校多几个老师 是否真的有效扶贫 有方同学在这些未开发的城市 连一间学校都没有 有方同学将一切想得理错 当然 有没有想过 没有公平买咖啡之前 是连一间学校都没有 连一个读书的机会都没有 有方同学认清这个事实 公平咖啡就是可以扶贫可识的位置 以后就有请正方在另一位台下面的答案 开箱和示范 准备好在镜头示意 并且说可以 听到灯就可以了 可以 公平贸易所提供的教育 医疗和基建这些配套 就好像有方同学所说起那间学校 这些学校其实就可以给农民提供到更多的种植的知识 和可以令到他们提供产量 增加收入 在长远来说 这些是可以减低这个跨道的贫图 那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这些配套就不是有效扶贫呢 好 一分钟时间准备 可以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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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换康排出一位便宜回答 准备好选项的小时以可疑 听到声音之后就可以分裂了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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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词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听得清不清楚 清楚的 可以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么有效的话 为什么公平内液咖啡实施了34年 你所说的基建教育应该增加得够 到底现在的扶贫成效是怎样呢 有分行一个资料都无论证过 只是跟我们说有储水器有学校多了老师 但最后那些农民增加了多少收入呢 有分行一个资料都没有 再说就是你那些扶贫的成效 是不是真的因为公平咖啡而来呢 原来埃塞俄比亚的公平内液咖啡合作社 因为没有办法制定投资计划 从未得到社区基金的注资 有分行是否都承认在这个例子里面 公平贸易咖啡是无助部分的 再说有分行刚才回答我方台下的时候 和我们引用英国研究 说有三成的咖啡消费者愿意买 问题是现在不愿意买的 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安方派出台下的答案 那请开CAP和示范 准备好设计的时事也可以 请问在这里各位听不听到 可以打声声声声 请问在这里各位听不听到 清楚的 好 好 准备好 定 在这里各位大家好 我方今天多次举出数据 去证明保证价格是保办法提升聋盟的收入 即是在收入没有提升的情况下 收入方的基金是等同于在自己的钱包里面拿钱出来的 但是与此同时 有方又没办法提出数据去论 这些聋盟的收入实质提升了 收入没有增加 开始反而增加了 为什么仍然是扶贫呢 多谢各位 好 一分钟准备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确提升 练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光 Hawa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但是成事与可疑 可以 可以 再说今天有方同学一再强调 我们没有提出任何数据去证明 究竟这些措施怎样可以真正提高农民的收入 这一方都不认为我们对贫困系业不贴 的定义真是太狹窄了 不足贫困并不是单单只是提升他们的收入 更加有不同的面向 有可能今天活在新自由主义的美好幻想下 当然觉得提升收入一定是最好的扶贫方法 我跟你说不是 你活在一线的香港城市生活 你当然觉得有学校有医 有医生是一个很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是在一些未开发的国家 他连学校都没有读书的时候 这些培勒哲司令到有书读 有学校有基础建设的时候 还不是扶老朋友 今天有方都不是一直回避这个现实 还有有方都不是一直回避这个现实 还有有方都不是一直说 今天公民的咖啡是没有办法 真的可以外销的时候 有方都不是一直以回答时间的出 现在就是结局准备时间 相关结局没有一分钟准备 现在我们开始解释 谢谢 谢谢 准备时间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听到 试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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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靠的 可以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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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大家好 大家不要看我自己一个中学生 年纪轻轻我早就已经有了脱发危机 于是在我逛街的时候 我就被一个防脱发的产品吸引了 我进了店铺之后 推销完就很热情地推销精华 还信誓旦旦旦地说 用完之后不单只可以加固发根 还可以促进头发生长 我信了 于是我从此就只是用那支防脱发精华 我满心欢喜 以为从此我的头发就会变得貌密 就好像大家听完友方这个推销余果 以为公平贸易可以帮到全球大部分農物一样 但最后我的头发和貌密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 只是发制线多了少少毛 但是发界和头顶仍然是这么厉害 就好像今天公平贸易咖啡这个方法 就是帮到全球1.25亿咖啡里面的80万人 听完全场 我们都只是听到帮到斯里拉卡和迪迦拉圈 不好意思,大家可以听一下 你收音有问题 现在是58万人 你试一试 听不见 完全没有声音 10米 现在好一点的 你再说多数个 诶 主俱诱支持者各位大家好 是ok的 還有一張功力,準備好就可以了 可以 頭髮長不齊,我都算數了 長出來那些還不可以叫做頭髮 只是幾條很幼的毛 就算今天我方再退一步了 不同一方計較是否能幫到全部地區的農民 一方都說不到他的成效有多麼顯著 公平毋的願景是大家都得到保障 你念中不到,我們起碼也要有三餐的溫飽 而現實是那1.25億的工人大部分在淡季依然過著沒有收入的生活 子女依然沒有書讀 並且拿著皮膚觀的利潤,勉強維持生計 一方今天只會提機制,講理念,說有學校有基建 那究竟建了多少間呢?什麼地區有呢? 還是全球只有斯里蘭卡和尼加拉瓜有一個儲勢器和幾個老師 而這些理儲又是不是公平毋帶來的呢? 還有這一堆理儲,我們不知道是不是公平毋的咖啡帶來的 就好像我的毛一樣 剪出來有幾條毛,可能只是中醫叫我每天吃四隻雞蛋 和那支精華毫無關係 有方今天沒有解釋過任何數據 甚至沒有講過任何的數據 只是拿著公平毋網站的公式和我們講最低的價格 甚至只是拿著一條有勢的毛囊在頭髮這樣大肆宣揚 有方你自己的良心,又過不過意得去呢? 見到精華這麼沒用了,我真的很想扔掉它 但是想起我用了一千元買它 還要存放在二十度以下的陰涼地方 以防變質,這個正正都是今天機制的缺憾 申請費用不止貴,還有一堆條件要滿足 付出的心力和金錢大大地超過了它的收益 究竟是害了還是幫了那幫農民呢? 我看今天其實都不想將有方掃造成十惡不赦的人 因為我都明白雙方的出發點是好 都是希望可以幫到那幫弱勢的農民 大家都有目共睹那幫農民很慘 所以我們要更加審慎去思考這件事的成效 思考他們最需要什麼 有沒有辦法令到他們全國都參加且受惠 現在好像有方那樣,受了一個烏托邦 說這個方法很好,可以有效果 這樣我們只會招待更多人去支持這個泡沫 令人認為這個情況已經得到改善 不會再有人去想辦法解決這件農民的問題 不得不承認的是,其實我的脫髮問題 從來都沒有解決過 從來都沒有解決過 而低層工人也都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一直都在等著我們伸出援手 去打破公平內液塑造的假象 為他們套回一個公道 現在我甩多幾條頭髮,其實對我來說是真的沒什麼所謂的 但是全球這麼多咖啡農 也有多少個可以繼續捱這一種艱苦的生活 有多少個可以捱到公平內液咖啡這個泡沫被捉出的一天呢 希望今天有方同學可以站在咖啡農的角度去想想 審慎地想回公平內液咖啡這個方法 再跟我們講成效 不要再去做一個不負責任的推銷員 多謝各位 反方的傑農是因為三分三十七年沒有過時 所以扣分 變成有請正方的傑農排列 有請正方的傑農排列 有請正方的來自眼 有請正方的適時釀儀 試咪試咪 すみつ 主席評判ists 最後各位 大家好 在我今天開始我的總結之前 我behindex 和大家分享一個跟意濤比亞的故事 不知大家想算是否想像到 即使是個達二十多人的家庭 每天都要放在不够20平方米的牢草屋里面 連乾淨的食用水對他們來說都是一種邪惡 小朋友去上帝,祈求能夠回覆讀書 但是現實咖啡的收穫價逐年下降 對他們來說,不要說讀書 即使受到皮包骨頭都會被醫院拒絕接收 為什麼?因為他們只不過是中度營養不良 而未到重度營養不良 農民為了生存,而走投無路,唯有轉型去種植毒品 難道農民不知道種植毒品會互惠人家嗎? 但家裏雖有老下有少,種咖啡又賺不到錢 唯有挺而走險,觸犯法律 有風同學主辯和一副都一直在強調 咖啡市場會供過於求,公式貿易咖啡會制銷 最終等農民自賣,將它變成普通咖啡賣出 但有風同學是做了一個假設的 就是公式貿易咖啡會因為價格過高 而不會被公司收購,被市場拋棄 但如果真的這樣說的時候 公式貿易咖啡的價格不是一向都高過市價嗎? 這樣才能保障農民收入 但為什麼現在越來越多人支持公式貿易咖啡 而組織又未倒閉 反而越來越多 因為現實裏面,廠商是會去收購公式貿易咖啡 他們不會只是看價格 而是有良心消費 每天都有咖啡公司因為道德原因去購買工是謀為咖啡的時候 這些消費經由原意埋單的時候 農民是沒有必要去賤咖啡的 其實看回今天整場辯論 我們發現有一方合學其實很多論點都是建基於市場經濟 例如這個供過於求 可以說到沒有一個市場介入 他相信這個市場經濟才是最好 但是市場經濟真是唯一的真神唯一的救世主嗎? 那如果真是好像有方同所說 那現實生活裡面那些農民的食不過負 顛配流利又從何而來 另外如果市場經濟真是無限可擊 那你市場面那個經濟大蕭跳又怎麼來的呢? 當時紐約信奉一個儀岡 華爾街發出信號 美國正往地獄衝 如果只是信奉自由經濟 那隻木形的手是不像耶穌那樣 帶我們上天堂不僅僅 更加會拉我們衝入地獄 經濟大蕭跳的時候 有知識有文化的年輕人 餓死街頭 華爾街的資本家依然高高在上自由自在 在市場失效市場不公義 好像是貿易價比的時候 是誰站出來的?是市場介入 羅斯福總統當年市場介入 拯救了無數生命 我們已經可以清晰見到 自由經濟民環林鎖匙 市場介入也不是洪水慢走 有方同學口口聲聲 覺得市場經濟最好 但對比農民在沒有公式貿易之前 全部都賺不回 現在設立最低收入價格 完全是撥亂反正 保障農民的利益 達到負民的目的 古語有云 仇人以語 不如仇人以語 現在公式貿易合作社 不單是受農民以語 提供一個大股服務 有些農民 通過這個大股服務 自己成為公司 受了咖啡 現在什麼情況? 好像毛主席說 農民自己站起來當家作主 農民有了合作社技術之後 又有魚食 又識種魚 何樂而不為 而有此同學 結辯一直在問我 叫我們舉出一些數字 去證明公式貿易咖啡 究竟有多大幫助 其實扶貧是牽涉到很多因素 一個問題 我們很難用一個實質的數字 去說到公式貿易咖啡 究竟有多大幫助 正如如果有些人 吹的吹得很厲害 這個有可能是父母對你的鼓勵 也有可能是特首對你的幫助 所以我們是舉不到這個實質數字 綜合二神各點 今天團體最最多成立 多謝各位 謝謝 正確是正確的時間 我們先去做這個 可能正確是因為 因為怕正確是聽到聲音 好 現在比賽會到一段落 我們會和雙方圈圈手 會聯絡去處理關注的問題 這樣暫時看到 也有情況 即是你聯絡去處理 今天介意先講評語 可能先請學問老師 好 OK 等下我開個鏡頭 好 各位早晨 請問聽不聽到 清楚的 喂喂 是 好 那我講一下今天的看法 如果大家知道 習慣我做評判 我會直接說我 今場的判決 是傾向哪邊 然後我會交代我的判準 解釋給大家聽為什麼 今天這場比賽 我最後選了 判了給反方 為什麼我會這樣 有判決呢 我覺得其實很明確地 我基於兩件事去處理 第一就是究竟這場比賽的一些關鍵討論的戰場 其實哪一方面更加完整地去呈現 以及哪一方面對對方的挑戰相對比較明確 以及有優勢 今天這個比賽我覺得比較簡單 主要在兩個戰場上面 如果我真的劃分 第一就是準則 究竟哪一個準則為之合理 去衡量所謂有效的準則 第二就是在這個有效的準則底下 大家幾個比較關鍵的論點 第一就是 我當容易理解農民的收入 以及一些連帶相關的項目到底是怎樣的 我先講準則 其實今天的準則簡單來說 都幾明顯地有兩個不同的標準 政方今天開出的標準 一開始主變 我覺得其實雙方主變開出來 在我一開始的評分 我覺得是兩國的理論架構都完整 分別只是在於後來 大家怎樣在這個攻防裡面 大家可以成功挑戰對方 或者哪一件事做得比較好 我覺得政方今天開出的標準很簡單 今天我們增加收入的體造 是有了機制和沒有機制的這件事去增加 然後嘗試 然後就講 因為整個公平貿易制度的背景 是基於一個收購的現金底下的剝削 這個都很大路 也都用有和沒有這個切入點 其實也都符合政方的一個 對相對而言比較有效的一個處理 但今天很明顯 反方的部署是更加針對性的 因為反方出來已經很 你們政方都可能會感覺到 反方其實是很有策略地 一開始就跟你嘗試切割戰場 什麼叫做有效 什麼叫做有助 其實是有不同的 反方嘗試開出兩個標準 第一個標準就是 你增加收入不要緊 重要我們要看到兩個方向 第一就是普遍性 大部分人是否真的能夠享受到這個 第二就是要有收入 要顯著和持續改善他的生活 但是這個標準其實坦白說 很典型 往後下來其實 兩方的標準我都覺得可接受 但問題就是在於 雙方有沒有嘗試去鞏固自己的標準 或者有沒有嘗試去挑戰對方的標準 我個人覺得其實今天 反方在這方面的部署相對比政方 我覺得在準則上的攻防 是有心思一些 以及主動一些 因為例如 反方會嘗試去質疑你 例如他由一副已經開始舉心水埗的一些例子 嘗試去質疑你 究竟有效和有助的標準在哪裡 分別在哪裡 例如是否多了一個人 又等於是有助 還是你要去到哪個條件 但可惜政方在回答BD的時候 我覺得前半場是比較被動的 有時候都會回答你 我比起沒有就已經好了 以及例如 你問我 我們其實不僅僅說這個標準 我們還包含了 其實有時候你會看到 其實政方是沒有直接地 在前半場嘗試去描述 為什麼你的準則更合理 你不是沒有回應 但我覺得很多回應都是一些比較側面 或者是不是直接回應 去到什麼時候才覺得政方多一點回應呢? 我覺得差不多在台下發問第二副面有提過 就是開始說 今天我們的標準不可以 例如我們要看非洲 我們如果去看這些農民 我們不可以的標準定到 要完全有改善先的 我們也要考慮一下非洲的背景 其實可能給多一點它已經很好 但我覺得這一類的 其實坦白說 如果政方是有心 在準則上也預料會有攻防的 其實不妨一早就要交代清楚 就是今天這條辯題 我們會不會在主辯已經交代呢? 就是我們不可以要求過高的 我們其實今天問題的標準 我們可能去看就是 對於非洲這些普遍本身已經在赤貧民的國家 可能我們只需要有正面的作用就已經夠了 類似一些這樣的攻防 我都會比較 比較後和被動來的合理 相對而言其實反方的標準 是不是也是無懈可擊呢? 事實上其實反方的標準 我覺得 我覺得 就是政方去到傑變 或者很後期都會說 你的標準會不會過高? 其實高和低這些 說真的 標準這件事情 我經常覺得 大家刷牙刷刷而已 政方一定會不斷地說反方過低 反方會說政方過高 但是怎麼可以挑戰反方 是不是無法挑戰呢? 例如反方的準則 我自己也覺得有幾件事情 第一 我覺得可以比較建議政方 就是我們去驗證 有時候對方的標準會不會過高的時候 我們可以試一下問反方 舉不舉到一個反建議 其實是符合到你的標準 你所謂很清楚 明確地 當然反方就會告訴你 我不需要舉反建議 因為事實上我是反方而已 但是政方就可以嘗試再進一步去攻擊 如果反方根本舉不到現實生活有任何一個反建議 是符合到你的標準的話 即是現實生活是不可能出現你口中的有效扶貧的政策 就是證明的標準過高 所以 例如這些工房 又或者其實反方本身的工房的標準 就是收入標準 我也覺得是 有一點點不是過高 而是有點虛 因為例如第一件事情 其中一個標準就是叫做衡量 它的收入是不是持續和足夠 就是改善的生活 但是怎樣 簡單來說其實是不是足夠 但是事實上這件事情是很難衡量的 就是你 如果我們不是看數字上的提升 而是你要去 其實因為反方的標準 如果你真的要看農民的生活實質有沒有提升呢? 當中是涉及很多其他因素的 我如何去判斷農民是否真的有提升 這些其實都可以挑戰一下 但是我覺得今天就在標準上 我覺得工房相對沒有反方那麼好 會有什麼影響呢? 在我的判決裡面 我就會變成今天我去看雙方的論點 我會比較傾向不僅止要看有沒有加入 而我相對而言的要求就會是 這些收入是不是真的可以對農民 或者是對於普遍農民有一個較明確的影響 作為我往後的判準 好了 接著開了兩個論點 第一個論點 但是這樣不等於一場比賽輸的 如果政方都能夠可以很清楚說到 它的收入是有明顯的上升 以及說到例如其他方面的一些 例如包括可持續發展或者農民發展是做得好 我都會覺得其實 甚至跟反方的標準 其實政方都可以論證成功 可惜我覺得第一個論點就是 在於農民收入的東西 坦白說我覺得今天政方在這方面的資料運用 和論證方面是有一點點不足夠的 因為作為政方 如果你嘗試告訴我 因為很簡單就是問 無論是你的標準也好 反方的標準也好 我都會明確地希望你能夠告訴我 究竟有多少受惠的農民 受惠的農民 生活有多少提升 事實上其實是頗多這方面的數據和數字 例如我自己也覺得 也欣賞一下反方 反方今天在處理數據方面 是用了很多數字和數據 而有些是有心思的 例如反方一出來就嘗試跟你說 其實避免很低 我們只有0.64%的農民受惠 聽起來好像很少 0.64% 但其實我們在準備過程中也會看到 其實政方有沒有嘗試說實質有多少農民受惠 其實有很多這方面的資料 如果我們真的看回數字 現在全球大概有1200萬戶的我們叫做咖啡農 當中做了這個計劃之後 其實例如一些更新的數字 大概是850萬戶到200萬戶 所以算出來就應該大概6.4% 所以反方用0.64這個字 我覺得是很聰明的 因為0.64聽起來就很少了 百分之0.64 但其實實質上 如果我們政方去說 其實千幾萬戶裡面 現在已經有百幾二百萬戶 具體受惠的農民 聽起來的數字其實是對政方有利的 我覺得政方變得很斟酌於 在你論證這個實質生活上 政方就專注了 就是放了在有的 政方很多時候都強調 你看看有收購價格 就已經等於 是好了 收購價格其實到了2.64美元 進步很大 但我覺得這裡就變成反方 其實也在這裡準備一些資料去嘗試 跟你挑戰 實質真的用這個收購價格幫到的農民有多少 又或者哈佛大學的追蹤研究 告訴你 其實可能九成到最後的商家都選擇用普通價格 實質提升不多 但相對而我覺得在這個時候 如果政方可以舉到更加多的數字 或者更加具體的數字 有多少萬戶受惠 其實都有很多這些數字 例如哪些國家裡面有多少 例如可能有很多這些研究 例如你剛才舉過的一些國家 例如埃塞俄比亞 其實有具體農民受惠 可能也有10-20萬戶 他們的生活提升 其實我們之前找資料 都看到政方頗多這一方面的資料 如果政方在這個資料論證上面比較具體 我覺得在這裡其實對政方不是沒有好處 但很可惜今天政方很多時候面對著農民生活實質上有沒有提升 這裡就比較傾向重複你的標準 以及說一些理念上的事情 我覺得在這裡就會變成 如果你問我第一個戰場 在農民生活有沒有實質具體改善上 我會傾向判了比反方 第二個戰場其實就是一些其他方面 就是有關於發展基金 可持續發展這方面的論述 政方我覺得今天用的方式就是一些例子上的描述 例如你講也建了一些學校 以及一開始的時候 例如你講社會發展基金有0.2 你也後來再說 但其實我經常都覺得這頗有趣 因為如果大家實質上去想想 0.2是一個什麼概念 基本上就等於是沒有這樣 反方打的時候 我覺得反而很直接地去質疑 其實究竟這個基金收到多少錢 其實有時候沒有質疑 因為0.2是實際上 我收購本身的咖啡 我給了1.4美元 但我只是撥0.2美金去發展 實際上學校也可能要 在非洲也可能要幾萬美元 你收到多少才可以做到 但當然反方用的方法是用其他的 但我反而覺得今天反方在這裡的挑戰 工房不是我覺得最有效 因為反方嘗試有幾重工房 第一重你嘗試質疑對方 一間是不是就等於舊 其實我們今天是不是沒有 但我覺得這種質疑 你最多只能夠收窄 去給觀感上評判覺得 我多了一間好像不是真的很有效 但某程度上 第一你沒有否認過多了一間學校 這是事實 你只是收窄了對方 第二就是你嘗試 用一個切割的方法就是 幫了有多少是真的因為這個機制而幫 會不會是因為有其他方面的事情 但我覺得這個打法其實 正方的反應我覺得是沒有捉緊 如果正方反應可以捉得快的時候 可以問反方 其實輸打贏是要的 同樣道理 你覺得有些事情不是由這個機制帶來的同事 你的閉嘱 例如你說的那些做不到 其實也不等於是這個機制帶來的 大家要歸因 是不是歸到它直接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個要求未必是最有效 反方我覺得有一個說法 第三個說法比較好 但是我還是集中在前場 攻擊多些就是羊毛出自羊身上 就是你舉了一個數字 計算了一條數 那個數字就是說 我們計算了這些額外成本以後 因為這些額外成本往往都涉及到可能 例如你要做可持續發展到比較貴 所以我們有一些研究就顯示出 到最後其實農民實質的提升可能是沒有的 當然我們去找的時候 反方 因為我們自己學校也有打這條辯題 也是打反方 也會看到正方其實是有些資料 再在這裡做工房 例如質疑這些所謂比較歸零的可信性 但是我覺得這個正方沒有提出 但二來反方 我覺得在這裡由於 反而我覺得全場沒有一個統一性去打這堆對方可持續 我覺得好像每個變不出來 有時候都選了一些不同當下的方法 所以我自己覺得 而事實上正方我覺得也花了很多功夫 雖然正方用的方法只是舉某個地方有幾間學校 或者某個地方有一些這樣的例子 或者成功的個案 但是由於 這些個案正方歸納的都只是覺得少數 但是少數不等於它不存在 而反方也沒有舉到一些相反的弊處 在這方面例如 會不會敢移 令到有些農民生活困苦了或者辛苦了 我覺得略嫌這個位 我會到最後這個位的判決 我覺得是傾向打和的 因為正方的那些例子雖然有過例存在 但是這些過例又未足以令我覺得那件事可信到 真的普遍地可以改善農民的可持續發展 所以我覺得在普遍性上面 正反方的質疑也是有效的 也都符合反方剛才我所說的準則 所以在第二個論點上我會傾向判和的 所以在準則底下 一個論點我會判給反方 一個論點我雙方其實都覺得做得可以更好的地方 所以我就會有這樣的判決 所以總得來說我整體就把今場的判決放在反方 我再補充兩點 因為我也知道我說得很長 但我少許的補充 例如我覺得今天正方其實就剛才這麼說 我們去論證一條辯題去想的時候 其實今天我覺得反方開展的主事沒有問題 即使你想打有和沒有這個架構都沒有問題 我們打辯論要想的是 你想講的事情必然會遭受對方的挑戰 對方不會很乖地告訴你 我今天接受你的標準 所以正方在面對標準工房上面要敏感 以及在事前設定上面就要做得更好 我覺得這樣會變成在你論證自身的論點 除了想我要講什麼之外 還要想想我講的事情 面對一些挑戰如何可以包裝和如何有效 這是給正方的見面 反方我今天純粹覺得因為你的論點 其實對於你的內容的挑戰 可能在資料數據上不是很多 但是我覺得今天反方也欣賞的就是用了很多數據 但是我也有一個補充點就是覺得 今天反方坦白說我覺得 反方今天主線其實某程度上停留只是一個叫做現象呈現 因為你的現象呈現就是 你覺得無效你都只是用了很多數據去告訴你 現在我們看結果就是無效 你看他的頭就是沒有頭髮的了 就是生不了髮 但是事實上我會期待反方講多一點的就是 你有沒有分析過究竟他失敗在哪裡 你舉個例子 反方今天結辯舉了精華素的例子 你今天只是說無效 就是因為精華素沒有辦法令他生頭髮 但我會期望反方會不會可以解釋一下 例如原來精華素的成分只是清水 例如甚至乎精華素裡面是有一些不好的成分 同樣道理 今天這個公平貿易咖啡你覺得無效或者不好? 會不會有些部分是 白點說會不會只是一個認證制度 其實仍然很受市場影響呢? 還是說今天這個認證制度的背後 其實都只是一個可能好像你這麼說 為什麼可能只是某一些商人出來了 當然可能他有心也希望做到公平留意 但會不會是市場的普遍性做不到這件事 或者是農民正面對結構性問題 沒辦法解決 我也期望反方嘗試給一點點答案 你的無效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當然在這一場比賽裡面 反方單用數字 用現象已經可以幫助 讓你去做比較 但有時候打辯論完 我覺得對方又會有數字上的對碰的時候 我就會期望聽多反方解釋多一點點 原因背後其實是什麼? 尤其是去到結辯或者第二副辯 否則我覺得今天 我在內容上其實去到第二副辯和結辯 我覺得反方還是還是 有一點點停留了 就是我舉數字問你 你回答我為什麼無效? 但是我會期望多一點點 OK? 所以這也是給反方一點點的建議 今天我對於整場比賽的看法 建議大概就是這麼多 謝謝大家 是 是 大家好 那我一點點分享一下 其實 大多數你說關於大家 跟雙方的論點來說,剛才那位評判都說了很多 我一點補充 我覺得比較可惜的地方是雙方在論點上都比較重複 聽到後面的時候 無論你是傑辯說話,或者是負辯說話,或者是台下發問,台上回答 其實內容上都跟前場,甚至跟主編講的東西不是差太遠 所以我覺得在場比賽的發展上,延伸上是做得不夠好 這個其實不只是正方的問題,反方也有這個問題 包括你們剛才那位評判都說了,你們不斷拋了很多數據出來 告訴別人公平貿易、咖啡其實是幫不了一些農民的 只是幫了多少%的農民呢? 又或者可能有很多錢他們要付 其實不斷地都是在重複同一堆論點 我覺得在具體的解釋上,大家是說得不夠好 這個其實是包括反方的 另外一件事,我也想說的是 今天我們其實都在後場的時候 都聽到正方說了一個論點出來 我覺得這件事為何不是在早點的時間說呢? 正方,就是糧心消費那件事 其實公平貿易的咖啡 它主打的就是糧心消費 就是你消費者用一個比較貴的價錢去買一件事 而也都會有一些機構去承辦這件事 而他們其實是會有那個公信度 是能夠為一些基層或者很貧富的人去提供一個足夠的收入 或者不要說足夠,起碼是一個基本的收入 這個其實是整個公平貿易的咖啡本身的理念 但是今天我覺得正方很可惜的一件事就是 其實你們完完全全就是好像被反方帶著走 就是人家說這樣走,所以沒用 又要花很多錢,然後你們全部都認同 甚至是走到後面的負面的時候 甚至是人家說我們不只是說收入 我們只是說別的東西 那你是不是真的同意了收入那邊是沒用呢? 就是這件事我覺得正方可以回去想一想 其實剛才那位評判都說了一點出來 就是反方今天他有利的地方 是因為數據上真的反應 其實是受惠於這個公平貿易咖啡這個制度 農民的數量是很少的 但是其實他們是完全沒有解釋為什麼那些人是沒有受惠 就是他們是不是純粹說我要建多一間學校 或者我要搞一些可持續發展 所以要花多錢,所以他們就會支出大了 所以他們就會不受惠 你顯然都知道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其實他們是沒有告訴你很清楚 為什麼公平貿易咖啡這件事其實是無效 所以其實就是要你們去告訴別人一些事情 就是其實你這麼快就認同了別人 你可以說一件事就是 其實公平貿易咖啡我同意 就是可能有一部分的農民是不受惠 可能這件事是會和那個認證機構的運作有關 就是正如我們今天其實都會說 譬如很多機構例如諾斯會 宣明會 其實他們 我們可能捐10元給他們 他們最後去到那些 貧民的就是1元甚至5毫子 是吧 這個是一個事實來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一件事發生呢 是不是真的告訴我 慈善機構是完全無載於扶貧呢 是吧 那個原因是因為它中間那個 營運的費用是很高 是吧 又或者本身那個機構的透明度是不夠 那會不會在這些事情上面做一些改進的時候 是能夠令到那個公平貿易咖啡 整個的運作是會做得更加長順 是吧 令它那個幫助到農民的地方是更加多 是吧 更加能夠發揮到它的作用呢 你要明白一件事 其實當初有人想了這個公平貿易咖啡的概念出來的時候 其實它是有一套都很合理的理念 如果不是正如你們那邊所說的 為什麼它運作了34年 是吧 就是它一定有它的原因 是不是 所以你也說回一件事給別人聽 就是其實可能不是本身的理念出了問題 是本身在它運作上實行上出了問題 而那些運作和實行上是可以改善的 而消費者那個良心消費是存在的 那所以呢 其實你們就可以說回一件事就是 這個是一個有效的途徑來的 去幫助這些可能非洲的貧民 或者哥斯達利加的農民 是吧 那只不過是現在這個運作上 有一些環節上出了問題 才會出了你們那邊所說的數據 那你就能夠拿回主動權 就是不會完全被隔離拖著走 是不是 OK 那就逼隔離去解釋給你們聽 為什麼那些譬如認證上面的改善 或者是透明度上面的改善 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你逼他們解釋嘛 對不對 那他們那邊就要多些論證責任 如果不是你便記一件事 其實今天反方真的很容易很輕鬆的 因為他不斷地重複他的數據 你們好像就不斷地在那裡捱打 對不對 那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其實政方真的可以考慮一下 那你其實有些理論點是有的 是有的 真的有的 但問題是 就是在發揮上我覺得其實是做得不夠好 那這件事其實是比較可惜的 那再說回反方 其實也有一個點 就是我聽到 我不知道到底實際上的情況是怎樣的 就是 那正如剛才那位評判所說 你們那邊很多論點 其實都是一些不知為何會這樣的事情 那就是包括 你說一些工人 很慘 那些去到工人的錢更少 那為什麼去到工人的錢更少 整件事到底是怎樣 可能是一些農民就拿了些錢 農民真的給工人的錢 也是有的農民 農場的主人是去決定的 所以那些去到工人的錢更少 那這些其實我覺得 老實說 那個邏輯是可以交代得清楚一點 就是我今天覺得其實反方好的地方 剛才那位評判都說了很多 就是在數據上你們比較充足 那也都就是 對面其實是給不到你們什麼壓力 那所以今天你們是處一個有利的位置 那但是那個問題是 就是可能你繼續比賽下去下場 你對別的對手的時候 其實會不會在一些論點的演繹上 解釋上 是可以再做得多一點點呢 那這個就是一點點建議 多謝各位 謝謝老師的評語 可能呢 要麻煩劳老師看一看我 試著評對三分之 最後呢我們有請 那潘孫欣小姐為我們輸送給你 好 那主席聽到我說話嗎 聽得清楚的 好我看到了 好麻煩主席 那剛才那位評判都說了很多 那我就補充一點點 那我自己的見解 那我覺得都辛苦了雙方的同學 其實都聽到大家是會有找不同的資料 在台上都有 就是運用到出來 那都知道大家最後都辛苦的 那就真的辛苦了大家 那我就覺得其實今天場比賽呢 其實就有很多東西都是可以 雙方同學都可以作改善的 那首先我講一下正方先 其實正方的數字呢其實是有的 而且有部分的數字和說法呢其實都比較強 但是很可惜的是可能他們的數字 或者邏輯上的東西呢都是去到很後場才出 變相呢 反方可能追問了很多個位置 一直都沒有解釋到 那結果就變了會比較舒適的情況 那首先就是 那首先主便啦 那一開始呢 他有說到說1.4美元這個數字 但我那時候第一次聽的時候 就有一個很大疑問就是 到底1.4美元那之前是怎樣呢 之後又是怎樣呢 就是因為你就這樣說了這個的數字出來 其實是代表不到任何東西 就是你一定要給一個前後對比 我才知道 啊原來這個數字是有幾那麼多的 那而去到其實後面1副的時候 也有解釋一下到底這個數字是上升了多少 但是就變了有點遲了 因為主便那個位已經聽不到了 那而去到後場 其實你們前面也有說到 到底一個農民呢其實是1磅的咖啡豆 可以賺多了多少錢 但是去到後面可能對方的1副2副不停地問的時候呢 其實你們都沒有再重提這個數字 但是當你提這個數字的時候 就很容易去拆解對方 不停地問你到底成效有多少 就是說農民可以賺到多少錢 就是你們直接提這個數字出來 就可以直接告訴對方 今天基建我們就已經有一筆資金給他了 但是我們現在原來農民的收入 就怎樣升了多少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農民的收入 就會上升了 那其實這個是正方比較容易去拆解對面的說法 但是就去到後場的位置其實 不太聽得到這個數字 就變了有點可惜了 還有對面也是這樣跟你們質問說 可能現在沒有那些公司肯買 然後令到那些人要在市價 或者低於那個最低本證金去賣出 那其實你們台下發問其實都有答到說 英國有三成和七百多間公司 還會買這些公平貿易咖啡豆 那其實這些是應該要早一點 可能一二負就應該已經可以 拿這個數字出來去回答對方 那就會比較強了 因為其實這個就很簡單 這樣去解釋到 為什麼對方的說法是 就是停留於假設 或者是為什麼他這個說法 在現實上其實的影響不是很大 其實這個是你們有數字去解釋 但是還是比較有遲遲出 就有些可惜了 甚至乎去到正方結辯的說法 就是說對方的說法是假設 因為現在的組織仍然會繼續去 給錢去買啊 還有七百多間這些 其實這個說法是非常好的 我覺得是真的完美的 也不是完美的 但是你是可以很大程度地去解答 對方一直看出來的論點和疑問 但是去到正方結辯才出的時候 就真的太遲了 甚至乎在一二負的時候 都應該要去問一下對方 但是到底對方後中所說 這些情況是有多少 因為你們應該會 就是你們都知道這個政策 不是說全部農民都有效的 但是是不是針對到全部人 就等於他沒有效呢 其實不是的 所以你就應該去問對方 到底這一群人是佔多少 那剩下我們有效的那群人 我們是不是完全沒有了呢 你就應該要對方論證這件事 但是在整場比賽裡面 都不太聽到正方有問這件事 就比較可惜了 那去到反方 反方就首先 剛才評判也有提到 就是有很多邏輯上 其實都沒有推論得很仔細 例如主辯第二個論點 他一開始就說 為什麼工人是連最低工資都沒有了 薪金都沒有增加 那我就很好奇 那到底筆錢去了哪裡呢 筆錢是給了誰人呢 所以才令到這群工人 是少少人工都沒有呢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了 但是其實全場 都沒有聽到對方論證 但是因為正方都沒有去質疑這件事 所以就變成這個論點 其實就不太跟從 正方的主線 反方的主線 所以就變成了有些可惜的位置 亦都是有些不足的位置 那去到一、二負 其實反駁也是很相近 就是大家都在問同一個問題 不停地要對方交成效 交數字 那其實就變成了沒有太大的分別 一、二負 就好像在聽兩個一負 或者兩個二負 那所以其實去到二負的位置 其實因為一負已經問了很多的問題 二負又是重複地問 其實就有點沒意義了 所以去到二負 其實應該要開始下結論 就是說譬如說 你聽到一負問了 然後對面沒有回答 你應該直接幫他解答 為什麼今天對面不回答 是否因為什麼原因 所以他今天不敢回答 這樣就會比較容易得到分 如果不然就變成 其實你們的反駁太過相近 我們沒有任何推進 就好像聽著重複的位置 沒有任何分可以交給你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位置 反方可以考慮做得更好 還有去到台下的位置 其實就有點奇怪 因為我聽到其中一條答案 反方就說 問回對方 就是今天到底有助是否有效 就變成我那一刻突然很質疑反方的立場 到底你們今天是覺得 這個政策有助還是沒有助呢 因為你全場都在質疑對方的成效 是沒有太多的 所以當你問這一句的時候 我就會開始想到 覺得你們現在的立場 是你覺得公平友的咖啡是有效的 不是有助的 不過不夠有效 還是什麼呢 所以就變成如果你們的立場應該要 如果你們的立場本身是覺得 完全沒有做的 那就不需要這樣去出這個對比 我覺得 如果你們本身是覺得有助的 那其實有些位置你們可以承認 然後再去斟酌在閉處 而不是令到立場那麼泥沼 或者閉處那麼泥沼 那我的評語大概是這麼多 謝謝 我這麼多的散風宣 有少許的評語 那在公佈賽果之前 首先為大家公佈今場比賽的 最佳電流言獎況 那今天的最佳電流言 是反方的義父賽院齊同學 謝謝 謝謝 現在會為大家宣佈賽果 今天的辯題是公平咖啡有效佔合 而比賽的賽果是由 今天的比賽是由 今天的比賽是由 正方基督教聖略教會 正方基督教聖略教會 我的反方天爵覺得聖聖略教會 今天的賽果是0比3 由反方天爵覺得聖聖略教會 請期待 拜拜 拜拜